棋局变幻万千 妙手精彩瞬间 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丝妙想 我是王湘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为您介绍的棋局是 天元战本赛的第二轮 那这盘棋呢是 直黑的一方是牛羽田七段 直白的一方是李哲六段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大棋盘 此时的情况是 白棋下方的这几个子呢 被黑棋包围在其中 白棋要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突破点 虽然我们眼见呢 可以看到白棋从中间 可以直接将黑棋冲断 但是作为白棋一方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最可以满意的图 因为当白棋冲断了之后 面临的是一个弃紧的问题 黑棋下一步一挖 白方当然不能从这打吃 因为黑棋可以一手将白棋 上面这几个子呢 是一个接不归 白棋的顽强的抵抗呢 是打吃在这 此时呢黑棋不能接 假设黑棋接白棋打 那么由于黑棋上方这三个子呢 也是属于气比较紧 那这个段是不成立的 白棋可以从这直接吃过来 不过黑棋呢 并没有那么的高标准 高要求 一定要将白棋全部吃掉 黑棋其实就简单的退一个 那么最终白棋把这个提掉 虽然这几个子被吃了 但是黑棋紧接着打吃之后呢 从这跳下去 只要将这三个子处理掉 那么黑棋先手断吃掉白棋下方的这两个子 这个木树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对于白棋的一方来说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冲断的诱惑 但是由于自己的连接上面存在着一些缺陷 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应该想一点别的办法 实战的白方呢 下出了一部比较有力的好手 挖一个 那这一挖呢 就是这盘棋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妙手了 为什么说这部棋是一部好手呢 因为我们前提是已经看到 这个冲断之后呢 是存在的缺陷 所以说白棋很巧妙的利用黑棋的一个连接上面的问题 下出了这一挖 假设黑棋打吃 白棋退一个 那么黑棋是存在断点的 如果说黑棋要把这个接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的冲断呢 就畅通无阻了 下到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白棋之前存在的这个袜断呢 已经由于之前的这部好手呢 已经让黑棋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手段了 那么黑棋还有别的抵抗手段吗 如果说不打在外面的话 吃这个 那么白棋可以接住 假设黑棋真先把这个段给补掉的话呢 白棋一长 黑棋这上下的连接依然是存在问题的 所以作为白棋的一方 并不是说它的目的一定是要将黑棋冲断 白棋呢 假设能够通过这个袜呢 把自己连接好 同时呢断吃掉黑棋这两个字 那么白棋的这个获利也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实战的黑棋 当白棋下出这一袜之后呢 也没有太多的悬点可以下 那它转而脱先 刺一个 实战呢 双方就形成了一个 可以说是剑合的下法吧 一人下一边 白棋长 然后黑棋将这三个子冲过去 其实这个棋呢 黑棋飞刺的时候 假设白棋接住 这个棋白棋依然是可下的 因为黑棋虽然说交换了上面这个飞点 但是这个冲断呢 依然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如果黑棋接的话呢 白棋依然是可以冲断 只是这个棋呢 可能会把使得这个局面呢 变得较为的复杂一些 也许黑棋还存在其他的下法 所以针对于这个棋呢 我也询问了 只白了一方 李哲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 为什么当时的情况 没有把这个棋下的更狠一点 那么得到的答案是认为 缠完了之后 虽然是一个转换 但是下一手白棋拐过来 当时的白棋判断呢 是一个简明的优势 甚至于是盛世的局面 所以呢 这是基于一个精准的判断之上的选择 那么这个当这个棋呢 下到这一拐 基本上这个白棋的这一块棋呢 就非常成功的突破了黑棋的包围圈 同时呢 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木树价值 可以说通过这个巧妙的一袜呢 使得白棋脱险了 那么应该说 下到这个白棋拐之后 这一 这个局部呢 就要告一段落 当然最后这盘棋呢 是白棋以中盘胜获胜了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我们从这一袜可以感受到 白方的一个突破的手段 不仅是使得自己的连接 非常的完整 同时也是带有一个非常强硬的这种攻击性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我们下棋的时候 很多时候采取的更高的效率的下法 就是以公为首 那么从这盘棋也是很好的体现了 好的 那么这一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棋盘 这盘棋呢 是韩国的春兰杯 玉显的一盘棋 直黑的一方呢 是李英九九段 直白的是赵汉成九段 现在棋局进行到布局一室呢 白棋的上一步棋下的非常的有力 它是 跨段 那么这个跨呢 基于我们对于这个跨段的理解呢 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一个 真子的前提 但是现在这个棋比较有意思的是 白棋它真子不利 依然选择了跨段 那么白棋的意思是什么呢 从最简单的一个图来看 黑棋现在冲一个 白棋断上来 假设这个棋 黑棋吃一个 那么白棋呢 是从三线上打回来的 这就是白棋的意图 黑棋提 白棋退 虽然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央拔花三十目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呢 很多情况下 这样的三十目的价值是并不能够达到的 虽然说此时 黑棋也是在接近中复的位置拔了一朵花 但是首先从这个棋形的紫效来分析的话呢 黑棋这个地方是多了一个紫 所以从这个三十目的价值来看呢 肯定是要缩水的 其次呢 黑棋这个提了一朵花的位置呢 偏于旁边 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 黑棋周围的配置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作用 从这个左下角黑棋是拆在了三线的一个拆一 那么左边的紫粒呢 还是白棋更多一些 所以这个全盘看下来的话 黑棋虽然提了一朵花 但是可以发挥效用的地方呢 并不是很大 所以白棋可以通过让黑棋拔花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达到自己的一个连回 同时这个尝到这里呢 三线上的连回还是带着一定的木树的 那看上去呢 白棋的这样一个构思呢 还是比较完美的 所以当白棋靠一个的时候呢 可能黑棋就不能这么按部就班的 按照白棋的想法许下 其实对于这个黑棋飞一个被白棋靠呢 在此还要多说两句 就是当我们了解一个棋形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知道这个之后的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才能够从中的选择一个更合适的下法 比方说我们知道单关跳 那么它的棋形相较于这种飞一个呢 更加的饱满一些 但是呢从这个棋的一种压迫力来看呢 往往就要比小飞一个要少很多 比方说这个情况 黑棋飞到这的话 是一手棋将白棋封住了 是一个很好的包围圈 但是如果跳到这的话呢 白棋就显然会有这样 比方说尖一个直接飞出来 这样的一个突破手段 所以黑棋呢是很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一条线将白棋的这两个字 包进来 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假设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比方说这样靠一个虎 黑棋通通都可以挡住 那么白棋打的话呢 黑棋就接住 这个棋由于白棋的气景 所以是不能打出来的 如果说白棋只能够在这个局部 以这样的方式压一个 然后再这样跑出来的话呢 黑棋它整体的一个目的呢 就达到了 毕竟这个棋 黑棋是以一种进攻的状态 边在中府走棋 同时呢边上也获得了实地 白棋就等于是从一个夹缝中跑出来 那么这对于白棋来说是不能满意的 所以呢 这个棋实战的白棋靠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力的突破点 好 再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 如果说黑棋打吃一个觉得不满意的话 有没有可能就直接强硬的立下来呢 如果说力的话呢 白棋是必须要把这个子尝出来了 那么由于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子 所以说黑的呢 非一个会遭到白棋胯下来 假设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 黑的可以直接顶断 白棋这个胯是不成立的 但是有了这个子以后呢 白棋非常轻松的依靠 黑的斑 白棋加过来 黑棋吃的话呢 白棋还可以爬一个 这样黑棋窗不断 这两个子呢 基本上是就已经进入到了白棋的一个包围当中 那如果说黑棋不吃 能不能够在这个局部做活呢 比方说退一个 白棋也退 黑棋大概也就只能这样眼尖的拆一 以这种方式去求活 虽然说这个局部以后白棋煎一个 黑棋还处于一个没有做活的状态 但是现在白棋可以现在外面走棋 比如说压一个或者说靠一个 靠一个的话大概 黑棋如果冲 白棋还可以搬过来 这样呢就是说白棋先在自己的这个上方 先把这五个子安定了 然后呢随时呢 司机针到先手 抢到这个二路的小间 迫使黑棋要从这个外面去做活 那这样的话白棋的目的应该说是比较 嗯 圆满的达到了 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 似乎黑棋 简单的这样做活 并不能够使得这个白棋的靠的威力减少 所以想一想黑棋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如果说不飞的话 那么这个二线上的连接点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手段 如果说跳的话 白棋就简单的跳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黑棋要寻求连接的话 大概也只能寻求这个下出这个小飞 但是我们前面的变化图已经摆到了 白棋就这样简单的靠下来 黑棋连不回去 那么在这个角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做活手段呢 比如说碰一个 碰一个的话 白棋如果立下来 黑棋可以考虑这样的跳出手段 那如果说白棋要坚持的话 黑棋就可以灵活一些 把这两个子弃掉 那么白棋为了吃这两个黑子的话 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黑棋是已经先手呢挡了下来 还可以一搬 这样的话 白棋即便可以吃掉黑两子 但是脚上的这个损失也是非常的惨重 这下面这两个子已经紧紧的贴 贴住了黑棋 它的气变得非常的紧 之后呢 黑棋依靠白棋脚步还是比较难以处理的 所以如果说黑棋碰白棋立下的话 黑棋这个跳出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突围的手段 那么白棋有其他的下法吗 如果说搬一个 搬一个也许是此时的最常应对 黑棋如果搬 白棋大概就挡住 黑棋吃 白棋接住 要吃一个 如果说黑棋只能简单的这样立的话呢 白棋就很轻松挡住 这样还是要回到黑棋 依靠这个飞一个 被白棋靠下来 可以退一个这样的做活 但是呢 这样的情况依然是黑棋下一步被白放一点呢 黑棋的局部是不活的 所以如果黑棋仍然要花手术去补活的话 那么其实跟刚才我们之前摆的那个变化图呢 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黑的要想办法 在这个局部呢 能不能够尽快的就地做活 而且呢 不使用这样的帮白棋走后的下法 如果说打湿 接住 吃一个 白棋退 这个棋呢 就是对于黑棋来说 下一手这个爬 白棋有一种选择 就是打湿了挡下来 这样黑棋是接不住的 如果一接的话呢 白棋一拖 黑棋跑 这个变化图 想必有一定实力的起用 也可以看得出来 白棋只用紧紧呢 把黑棋的气给贴住 那么黑棋 这几个子呢 就在接难逃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白棋 存在被黑棋吃掉两个子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但是呢 白棋其实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做一些取舍 那目的呢 还是以大局为重 如果能够把这块棋 以这样的方式呢 带木树的连上 那么当初黑棋 在中间下的这三个子 它的这样一个子像呢 自然而然就要降低了 同时 如果说白棋 这个整体连后的话 当初黑棋中辅的这五个子呢 也是再一次的就要变为一个 被白棋攻击的目标了 所以在布局阶段 这样的一个后绑呢 是关系到全局的一个发展的 那么对于黑棋来说 如果这个棋变化全部下成这样 交换成这个结果之后 再去考虑如何做活的话呢 可能就会使得黑棋的棋形 已经有些僵化了 因为交换到这里呢 黑棋的这两个子 首先它多了一个 所以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 也使得自己变得会更重一些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了解到了这个黑棋 吃一个跟立下去 这两个变化图 这两种选择之后的一些变化图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中呢 吸取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化和经验 那么再考虑一下 重新考虑一下 黑棋有没有什么突破的手段 所以实战的09 九段呢 可以说是在这个局部呢 下的比较灵活 非常的清零 实战 黑棋拖一个 那这个拖呢 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了解到之前的这两种选择以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拖 可以 也就是可以更好的去明白白棋 黑棋的这个想法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白棋的应对 如果抛开这个上边的变化图不弹 假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白棋有这样一个拆边 黑棋拖一个 那么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 可能把这个子放过来一路 会更加的看着顺畅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黑棋拖一个 我们通常会有几种硬法呢 一个呢 是白棋藏在外面 这样呢 其实双方都是在做一个妥协 就是黑棋不愿意直接打进来 这样的话呢 由于没有根据地 所以说是要遭受白棋的进攻的 那么所以黑棋呢 会通常选择这样拖二路的下反 一个呢 是适应手 同时呢 也是想寻求一个就地做活的方式 假使白棋藏在外面 黑棋就可以扳脚 有些时候呢 白棋会拐一个 这样呢 黑棋的这个局部 是有顶了之后 虎一个这样的结活方式 如果说黑棋外围有接应的话呢 黑棋斑粘是可以进活的 因为白棋的一方呢 需要补这个断点 那么这个话题呢 稍微说的有一点远 但是呢 这个棋 黑棋拖了之后的下反呢 又是非常常见 也是很实用的 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多把一些变化图给我们棋迷朋友们看一看 也是对于这些常见的棋星呢 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那么除去白棋拐一个的变化 还可以顶 那么顶一个可能会更加的常见一些 通常交换到这里的话 如果说是布局阶段 黑棋就会脱先 因为下一步虽然说另一个是进活 但是呢 它的木树价值比起其他布局的大厂来说 可能价值会更小一些 但是黑棋可以先在这里进行这样的一个定型 那么也就是表示 以后呢 我一例可以存在一个活角的这样一个木树价值 好 这是白棋藏在外面 那么如果白棋藏在里面的话呢 黑棋以后就可以从这扳 这个扳呢 大家就要注意 跟刚才我们摆的直接打入到这呢 是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这个打入是没有根据地的 但是呢 黑棋进行了这个托的交换之后 搬到这 白棋无论怎么攻 黑棋这个角上呢 以后都是存在着眼位 也就是说黑棋的弹性会更大一些 所以通常情况下 当黑棋托的时候 白棋如果外围的子力还比较少 就是空空间呢 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藏在外面 如果说白棋外围较后的话呢 嗯 有些时候也会选择藏在里面 这样会进行一个黑棋托 然后白棋加过来这样一个进攻的状态 这个图呢 白棋的选择就要依据当时的 其实的情况来定了 好 我们再回到实战来看 实战呢 下成这样 白棋靠一个 黑棋没有在这个地方再进行更多的交换 而是直接拖到这 那么黑棋的意图是什么呢 这个棋就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说我们白棋再长在这 好 那么黑棋还可以扳一下 交换成这样的时候呢 黑棋再冲 白棋当然也只能断 这个时候呢 黑棋就非常愉快的可以把这个紫针吃了 白棋依然是要尝一个 否则这个棋被黑棋一手棋护下来了 那么虽然这个图在这个这个局面下呢 黑棋的变化图跟我们打持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由于进行了下面右下角这样的一个交换之后呢 黑棋为什么就能够接受这个变化图了呢 其实我想大家已经能够了解到了 因为如果是刚才的情况 黑棋先打拔掉被白棋一长 这个角还能下成是刚才的变化图吗 黑棋一拖 白棋一顶 黑棋扳的时候 白棋显然是不会再长了 白棋必然呢 是要打持在这 首先要把这个脚部的实力呢 牢牢的握在手中 所以 正因为进行了这样的交换时的 白棋的这个 白控呢 会变得重复一些 那么黑棋也留有这样的一个做活的手段 所以说使得黑棋的这个打拔的变化图呢 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这正是黑棋的巧妙所在 其实呢 从这样的一进一退当中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这个职业高手当中呢 对于这个棋型的一种理解 就是子孝的问题 白棋 抢方设法将对方的这个子孝变低 那么也就使得自己的子孝变高了 那再看一下黑棋 拖一个白棋 还有别的办法吗 如果说尝在里面呢 如果白棋尝在脚部的话呢 黑棋当然只不会再选择冲了吃 因为被白棋这样打了尝过来之后 黑棋这个拖的交换呢 不仅不便宜 还有可能是一个损招 所以 如果说白棋尝在里面 我猜想黑棋是会立下来的 这样呢 其实也说 也就是联系到我们之前 直接摆的这个变化图 就是关于黑棋直接搬一个 跟直接打入的问题了 是一个根距地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棋一粒 白棋长 黑的再一斑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黑棋就比我们之前 摆的变化图 比方说这样飞完了拆一 这样的图呢 会更加的有利一些 因为呢 黑棋是 等于是把这个脚部的 二线上的斑呢 走到了 同时就使得黑棋的这个 眼位非常的丰富 也就不必要在做活的时候呢 非要将这个 二路的小飞交换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 黑棋做活 白棋的这三个子呢 依然是被黑棋断开了 虽然白棋也是将黑棋上下两边断开 但是这样的一个作战呢 还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那实战的白棋呢 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图 他可能认为被黑棋一般的这个作战 白棋没有达到预先的一个这样一个期许 所以说呢 实际上就进行了一个转换 黑棋一拖 白棋 觉得硬哪一个地方呢 都会被黑棋便宜 所以就直接拖先 搬了一个 那么这属于一种契合的下法 那在围棋当中 契合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双方呢 是不仅是从棋上呢 在斗力 心理上呢 也是在有一个较劲的过程 就是白棋觉得你拖一个 我不好走 那么我就拖先 那么黑棋觉得 既然你白棋已经花手术 在这里要抱持我 那么我索性就剃脚 那么继续在这个右下角行棋 这样呢 就形成了双方各走各的 但是呢 实际上在这个互不相干的两个局部 实际上是有一个 很紧密的联系的 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 黑棋呢 实战搬了一个寻求做活 然后一尝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家 当然这个家是非常想走 但是从这个实战来看 白棋没走 那么大概是担心黑棋 可以先手立掉一下 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必须要这个 以单观的形式 去连回 然后黑棋 比方说再回手来 把这个互不做活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 就是黑棋 虽然说没有把白棋断掉 但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棋局呢 目数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黑棋虽然没有通过这个攻击 白棋获利 但是黑棋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呢 把白棋的这个脚步连边带脚的实力呢 全部都破掉了 所以这应该说也是黑棋 另一方面达成了一个比较成功的 这样一个变化图 所以实战呢 白棋也是充分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选择吃一个 那黑棋一挤 白棋接 黑棋搬 如此呢 就这个局部呢 右下的一个局部 就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 以黑棋的一个白棋依靠 黑棋的一个巧妙的转身呢 转而在右下角 活掉了白棋的无忧角 当然作为白棋的一方呢 也是有所收获 那么把这两个子 非常巧妙的连回了 那么使得自己的外围非常厚 那么以后的这个聚焦点呢 就是在这个中府如何去进攻黑棋的 这样一个关键点了